2024年生意越来越好做 百分百有人抬杠 先听我意思 为什么说越来越好做 一个例子 比如说为什么成本越来越低 其实所有的生意里面成本最大的一块 就是市场的推广 以前还要养着一堆的业务员 培训啊 场地啊 然后让他们带着一堆的广告纸片去散 出门的交通成本和饭局成本 时间成本 一个月下来也见不到100个客户 你不得不承认 后来从电视广告到户外广告 都是大企业才竞争得起 拍得起的 直到互联网来了 成本稍微可以降低了 大家都可以在网上砸广告买流量 但还是市场推广上的最大头 直到现在的自媒体时代 市场推广几乎可以实现 零成本甚至是负成本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是负成本 因为你的视频播放量 还有广告收益啊 对不对 你看小时候105亿就能当个中国首富 现在当个中国首富得要4500亿 肯定有人说现在竞争大 以前竞争小行业成业人少 信息不透明赚钱容易 这观念一听就是没有跟上时代的 以前同行竞争少 行业也少啊 现在是行业越来越多 有些行业甚至没人干 比如我这个行业举个例子 移民房回购 海外法拍房 国内烂大街 但国外的竞争小呀 竞争它是从来不会消失的 只是转移了 就拿我们家来说呗 以前的竞争靠的是 跑业务 见客户 约饭局 送条子 送滑子 送台子 拉关系 找路子 那现在自媒体时代 竞争就变成了播放量 粉丝量 转化率 垂直粉丝数量 以及可变现的延伸产品 你有多少精力 能覆盖多少国内外平台 你愿意花多少的时间 你能为别人解决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价值 思路一遍 市场一遍 你愿意花着